下個禮拜高雄就要舉行罷免投票了 有人說今日韓國瑜 明日柯文哲 世間議員 你怎麼評論這兩個人 主持人 根據昨天遠見的民調 縣市長滿意度來講 其實現在是柯文哲需要韓國瑜 因為先前他們兩個在搶倒數第二 那現在因為罷韓 所以韓國瑜民調不能公布 所以昨天柯文哲你看 他敬佩莫作 他是最後一名 所以如果韓國瑜被罷免掉 沒有了韓國瑜的柯文哲 將會露出原形 他就會守住最後一名 那我期許韓國瑜 就是說我們男子漢大丈夫 勇敢面對 敢做 敢當 就當時前年寒流的興起 是有那麼多人 把韓國瑜當成一種救贖 當成希望 把韓國瑜當成天燈 大家把希望寫在這個天燈上面 那我看他冉冉身形 那韓國瑜你既然選上了市長 你中了政治樂透 你就應該好好地把握 做到每一天每一分鐘 即便被罷免掉也要勇敢面對 那在這當中不要再做任何尖銳的 言行的對應 我認為那樣非常不好 更何況不管有沒有被罷免 韓國瑜都是已經是國民黨的領袖之一 他應該回國來競選國民黨主席 來帶動國民黨的改革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是對兩黨都好 都是一個正面的競爭 所以我騎